第十七届德国地区中华妇女团体联谊年会 是由萨尔纪莱法州台湾妇女会接棒 在新城举办了两天一夜的活动 虽然萨尔纪莱法州台湾妇女会是四年前刚加入的分会 不过在会长吴慧玲的领导下今年年会相当成功 丰富精彩的活动内容也获得各地会员的热烈回响 德国地区中华妇女团体目前在全德共有十个分会 今年第十七届年会活动由萨尔纪莱法州台湾妇女会承办 在会长吴慧玲用心筹划下 两天一夜的活动在素有德国葡萄酒首府之称的新城登场 报名人数相当踊跃 就连祝德代表陈华玉 副代表古瑞申夫人 乔务秘书吴小竹 祝汉堡办事处长朱建松 以及祝慕尼黑办事处长许聪明都特别出席表达支持 这次非常荣幸有我们大使 还有我们慕尼黑跟汉堡办事处的处长 杰夫人参加 还有公使夫人 还有各界的长官 那我们这次呢 所有的妇女会呢 都有派员参加 那参加人数呢 也将就是一百个人 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信心 我想我们继续办下去呢 我们妇女会会越来越蓬勃花扎 由于萨尔纪莱法州台湾妇女会 是四年前才刚加入的分会 却有勇气和能力接下这个庞大的任务 让人惊艳 陈华玉代表特别赞许主办单位与工作人员 同时也向大家介绍 台湾与德国的外交工作 期盼姐妹会员 携手同心 向德国友人传达台湾的最新讯息 接着各分会代表上台报告 首先是慕尼黑分会会长姚安丽 介绍这次参加活动的19位姐妹 姚会长也在会中宣布 欢迎大家明年到慕尼黑 参加一年一度的联谊会 从今天开始就在慕尼黑 等着大家来参加我们明年的全德妇女联谊会 接下来汉堡妇女会会长王凤英 法安克福德华妇女会副会长邹新燕 以及杜塞道夫会长郑月珍 分别上台报告各地妇女会活动成果 包括心灵讲座 房地产投资讲座 电影欣赏 户外活动 浇油烤肉等 各自精彩 有些组织较庞大的分会 也积极推广台湾文化 或举办美食活动 进行国民外交 而布莱梅中华妇女会 去年与一所养老院 合伴为建栋人做义卖募款活动 也展现女性温暖特质 相当有意义 年会最后 乔务秘书吴小竹 带来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的问候 期许妇女团体 继续保持活力和热情 让台德交流更加密切 互动更加频繁 台湾宏观电视 简寓方 德国星辰 采访报导 金字幕志愿者 杨栋宝 网友 杨栋宇红